- 接下来也是体坛痛态 但也是实力跟运气兼具 NBA的小皇帝詹姆斯 他虽然今年在球场实力 不过他投资的比萨店 这营收可是蒸蒸日上 而且根据外媒报道 这间披萨店截至三月 他们的营收统计已经高达了124亿 - 我们有辣椒酱 - 我们有辣椒酱 - 我们有辣椒酱 - 有辣椒酱 - 有辣椒酱 - 我们有辣椒酱 - 我们有辣椒酱 - 把比萨店的酱料如鼠家增 小皇帝变成小店员 这一遍可变出了百亿台币 - 利伯恩·连胜斯 - 并不是只认识BLAZE PIZZA - 他是一个主持人 - 二零一二年以不到一百万美元 - 买下美国比萨公司BLAZE PIZZA 百分之十股份 - 没想到千年多来营业额一路往上爬 - 今年预估营业额 - 渴望达124亿两千多万台币 - 你看得很熟悉 - 非常熟悉 - 这是第一天上班的职业额 - 我在学习 - 他像DewAIN DewAIN - 我会得到很多 而同样让披萨店开出红盘的 - 还有Shakiel O'Neill - 近期他受邀加入 - Papa John's Pizza董事会 - 什么都还没做 - 就让股价大涨百分之四点零一 - 这间公司去年因为创办人 - 涉嫌种族歧视 - 股价重挫百分之十二 - 没想到砸下八百五十万美元礼聘 - 马上就收到效果 - 至于要提球星跨界 - 篮球大帝Michael Jordan也没在输 - 到底美食餐点再进化 - 除了推超巨大薯条 - 让你一只手拿不住 - 二十三层的巧克力蛋糕 - 说有多胖就有多胖 - NBA篮球明星经营副业 - 退球后干脆变成主业 - 但哪怕换了战场 - 他们一如在球场 - 除了搅出亮眼成绩 - 也能打出独树一格的自我风格 - 三立新闻都有报道 - 体育新闻时代 - 来看看真正的赛事 - 来看MLB - 有约杨基队的强投田中将大 - 在今天面对抵退率老虎队的比赛 - 主投了六又三分之二局 - 仅仅丢掉一分 - 但是真的可惜 - 杨基打现不给力 - 终场一比三 - 败给老虎 - 或许去年投得好 - 今年也是虎虎身风 - 杨基日记投手 - 田中将大 - 主场面对老虎先发 - 在自己的好投 - 以及二局下半 - 这个左外野方向 - 高飞牺牲打的协助下 - 田中将大知道五局 - 都还是胜利投手候选人 - 不过六局上半得点圈上有跑者 - 田中这个拔了四脉的外脚潮 - 被一棒打到左中外野 - 再度形成长打 - 同时送回一分 - 而直到七局上田中退场前 - 杨基都没能替田中攻下分数 - 杨基都没能替田中攻下分数 - 全场赞扬田中的好表现 - 因为他这场主投六又三分之二局 - 虽然被打八只安打 - 但仅仅掉一分 - 而在他退场后 - 杨基队不仅还是没能攻下分数 - 九局上Chopman还被菜鸟 - 达斯汀皮特森敲出超前安打 - 中场阳机一比三输给老虎 - 田中将大优质好投 - 最后无关胜败 - 三里新闻对我们报道